光丰地区农会辅导部落建损农 配合农粮署宣办友善环境补助计划 几乎总共有200多位的农民 超过200多公顷以上的建损原面积 加入友善环境耕作 农会因此特别分了两个梯次 办理有机栽培肥培馆管理 以及建损友善耕作宣导说明会 农民各个积极学习田间管理以及记录 期盼能够尽早取得友善环境耕作的省任 提供消费者安全健康的农产品 即便从祖先以来 就是以自然农法来生产管理建损的部落农民 这一次申办加入友善环境耕作之列 各个人认真卖力的了解 并学习有机栽培肥培 友善环境耕作的管理与记录 讲习说明会中台上台下互动热络 工人的名字都要把它写出来 光丰地区农会为了提升季节限定的 部落农特产建损产值 积极补导生产管理技术的提升 同时由于多数都采自然农法生产管理 也因此就特别鼓励农民配合申办农粮署 友善环境耕作补助计划 部落农民热烈回响参与踊跃 必须一定要了解它的过程 要写要进入 要是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不上课 我们不会增进了解 全写会不会很麻烦 要写了慢慢看 我再慢慢写 从今年年初开放申办至今 光丰地区总共有200多位的农民 大约申请超过200多公顷左右的建损员面积 农民热烈申请配合 农会表示前所未有 由于人数众多 因此特别分两梯次来办理 并且发送每位农民一包有机肥 尽早启动友善环境耕作 它每一公顷有3万块的生态奖励金 可以连续领三年 这个部分我们是需要说 我们辅导这个友善耕作 也就是服务我们的农民 希望通过友善耕作 让我们的建筑师品质产量更好 甚至于安全性更高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对土地的一种照顾 光丰地区农会结合农粮署 友善耕作省任机构 主动为农民开办讲习说明会 借此让农友友善耕作 相关的记录作业 能更快步上轨道 提供消费大众安全健康的建策农产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MING PAOLE MING PAOLE